在宜蘭市長陳美玲以及與會貴賓共同主持之下 南城古今九窮年代裝置藝術正式落成啟用 設計者呂秉承老師表示 宜蘭市每一個角落都承載著深厚的文化和記憶 這次以九窮為設計核心 希望建構一座藝術中的歷史風景 讓裝置藝術成為故事的載體 展現宜蘭市的特色 九窮是很多宜蘭市民共同的記憶 一個城市要進步 一個城市要有活力 要年輕 這個文化就是它的很重要的文化推動 那歷史是見證生活的一個眼鏡 所以我們在歷史裡面可以看到它的各種的一個生活面貌 這個就是我們的理運的堆疊 市長陳美玲指出 九窮是宜蘭市精神指標之一 這次裝置藝術以九窮為設計理念 代表宜蘭市的堅韌 用文化散發出淡淡的清香 歡迎市民朋友和來自各地的遊客 透過裝置藝術 見證宜蘭市的改變 感受這裡的淳朴人情和深厚的歷史文化 裝置藝術對整個宜蘭市來講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棒 為什麼說非常的棒 除了把我們的過去的現在的一些歷史文化的底遇 通通集合在我們中山公園 所以我覺得我們宜蘭市是要越來越幸福 而且文化底遇越來越深化 非常謝謝今天與會所有的貴賓 能夠力臨我們中山公園 一同見證我們宜蘭市的歷史 今天我們李老師特別打造一個中西文化的總和 還有帶來阿拉伯風味的一個裝飾品 是非常的亮麗 所以我們吸引觀光客 最主要就是讓它有註點 讓它有打卡的點 讓它來宜蘭市各項的小吃觀光 以及里樹葉紅火發展 這文化歷史它其實需要一個象徵 而這個象徵就是一個精神 我們今天透過九層龍火這樣一個裝置藝術的設立 能夠讓所有人知道我們宜蘭本身過去 跟現在的所有歷史 也替我們所有的宜蘭市民帶來一個驕傲的感覺 打造宜蘭新地標 宜蘭市明美的戰 宜蘭新聞記者賴福星採訪報導 請吧 好 谢谢大家